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 相信中年好勝陰2的決賽大家已經看過了 我都見很多人即時講一些感受 我都會講一下怎麼看參賽者今次的表現 賽果合不合理 為何股卓文會贏了 但同時間我都會跟進一件事 看完這個比賽後 究竟楊千驊有沒有資格做評判呢? 當然講資格楊千驊絕對有資格做評判 只不過夠不夠分量去做評判 畢竟在樂壇拿過這麼多獎 獎學就已經是資格了 但夠不夠分量、夠不夠經驗 做評判的時候夠不夠評得公正 這又是另一個技巧 接下來看周契生前輩說得對 其實我還以為周前輩一看完中年好勝陰2 立即出了一個報道 評一評楊千驊做評判有幾個分的 所以這一方面我想跟大家 跟進一下 言歸正傳吧,先講一下參賽者 其實今次中年好勝2決賽 分了一場曼光和快哥 再加上全球觀眾的分數一起計 比較特別的是每一部分都是 講現場的評判 最高分和最低分都會剔走 首先不如我講一下最後三強 我怎樣看最後三強 最後貴君是阿米高 評判得分是71分 觀眾給他18分就是排第3 總分是89 譚輝志是今次的亞軍 評判得分是72分 只是高亞米高1分 觀眾最高分給他20分 總分是92分 古卓民今次是冠軍 評判得分是80分 80分很厲害 所有評判都是給他滿分 有些人說有沒有做馬 五送行都給他滿分 觀眾得分是19分 其實因為排第2 觀眾第二最高分 所以他就拿了19分 最後分數是99分 真是誇張 古卓民贏 沒辦法 在這一彎裏面有少許超過班 我也不知道關不關唱英文歌 有可能本身唱英文歌 在語言上是有些優勝的 還有一開箱和整個表演 他都不像在玩比賽 好像是show off 是一個show的表演 還有他選擇那種feeling good 非常之適合去玩比賽 所以選擇歌其實是很重要的 回到譚輝至選擇了記憶面 他一選擇記憶面 我已經說 怎麼會選一首那麼新的歌 我都知道記憶面是heer 但只是這兩年多的歌 玩這些中年的比賽 你選擇一首那麼新的歌 其實不是很好處 還有現在香港的旋律 很多時候都頗密 即是他這首歌都有高難度之處 但絕對不是一首比賽歌 雖然我覺得譚輝至有些位置 其實唱得好過原唱者MC張天賦 他唱完這首歌 其實有些位置都感動到我 我實在太理性了 因為這首歌 真的不是很適合比賽 搞到即時有很多評判在這裏說他 我還記得肥媽在這裏說 其實你去到這個彎跟譚輝至說 你應該是拿一首必殺歌 你沒有人拿這首歌 隨時會殺死他 很多評判都說他是選錯過 雖則如此 我以為每個人都說他 那當然是低分一點 不是 評判的分數他總是高過亞米高 即是評判原本覺得他如果減壓歌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贏股卓民 因為他本身全球觀眾一定贏 至於為什麼評判那麼一致呢 給股卓民獲得最高分呢 其實都去到最後那一彎 只有三個 你想誰贏 你就把所有分數都扔過去 尤其是評判都知道 只是之前都看到一些觀眾投票的東西 都知道怎樣都是 因為譚輝至一定是最高分的 觀眾投票 不過薩拉他們每個人都想 股卓民贏的話 一定是 所有的分數滿分 所以這一部分就很明顯了 每個人都比股卓民贏 但如果是一個素人來說 其實譚輝至很厲害 我覺得他這次的比賽表現 很多時候的分數都是之前中落的印象分 尤其是最後那三名裏面 其實我個人覺得 股卓民唱得最好的 第二就是牙美高 第三就是譚輝至 但是評判呢 最後的分數都是譚輝至是拿第二的 那些評判其實基本上 連印象分都放下去 再加上觀眾投票 這樣才能贏得拿阿君 加上楊千華好人 你看看 那些分數 十九二十十九 那樣 楊千華都是 每一趴他都是給最高分那個的 好像我剛才也說過 最高分那個呢 就會剔走的 所以楊千華呢 在最後那一彎呢 做評判的分數是全部被人剔走的 那當然二十分那裡就要公平一點 因為個個都二十分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那個螢幕上 仍然是要寫楊千華是剔走那個 你可以隨便選一個二十分剔走 他都可以寫楊千華 看到藍色就是剔走的 即是否連比分螢幕的控制顏色的人 似乎也有對楊千華有些偏見 哈哈哈哈 但說這麼多也沒用 最後頒獎 即是頒大獎那個呢 頒給顧軍那些 那些什麼金咪那些 都是楊千華出來負責班 已經得楊千華的地位非凡 就算我們幾多人說他好像都不夠資格做評判 在大台裏面仍然覺得楊千華是一名大哥手 肥媽都沒有資格去班 陳慧嫻都沒有資格去班 一定要我們楊千華 那只能說 地位身份和歌藝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大台裏面看楊千華是這麼高的地位 好了說回頭那一兩彎 即是唱快歌和漫歌的薩拿 即是在我心目中我自己覺得 唱漫歌 講第一彎 就是古卓文我覺得唱得好些 第二就是王劍文 第三就是顏米糕 不過這個純粹我個人喜好 因為我見在評判的分數裏面 在漫歌那部分第一彈是譚輝至最高 第二就是古卓文和安瓦熙 接著先到顏米糕 因為古卓文和安瓦熙都是同樣分數 74分 顏米糕是73分 譚輝至76分 這部分王劍文就失幾多分下 所以這部分呢 我的看法和很多評判的看法 是極之不同的 因為王劍文其實 玩快到那一剎 他當日狀態一般 他說聲有少少沙 所以王劍文唱張學有三天兩夜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鼻寵就輕 很多位原本要用真聲唱都用了假音 但就算好用假音也好 他都做了一個層次感 而且他的聲音其實是很有記認的 感情用得都不錯 雖然日韓人有些音未必穩 不過不知道是否這方面有少扣分 原本應該要用真音的東西去唱假音 或者有些評判不喜歡 其實要看這一部分 陳慧嫦其實比王劍文最高分的 我和慧嫦的看法其實都很一致 我覺得這次王劍文其中輸 就輸了在楊千華手上 有些人說 有關阿千華的事 你是不是什麼都要針對阿千華呢 他真的不是 因為譚輝智 他唱去志那一首賞雪 也不是差 但是其實 一定不是去到滿分 阿千華竟然比譚輝智20分 我想補充一點點 所以你見譚輝智拿76分 但其實是很高分的 他扣了最高和最低分 所以滿分都只不過是80分 但譚輝智拿76分 所以其實是很高分的 當楊千華給完滿分之後 隔了點時間 楊千華竟然 走出來解釋他為什麼要給高分 其實有些人在現場 是不是其他評判 都覺得有點惡了 事後阿千華還要解釋 為什麼要給20分 當然他有他的解釋 有人會覺得他是素人 見他支持的表現 總之這個是鼓勵的分數 但你只給了一個20分 那你之後那些全部都要給20分 我記得好像都給了幾個20分 但到了黃建文那一刻 他竟然給了18分 雖然其他評判都是給18分 但因為千華之前給了很多歌手 都給得很高分 無緣無故到黃建文特別低分 都是跟其他人相比之下 他給的分數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在這裏給分 千華有少許零類 例如在技術性的評語 千華也是差一點的 他懂得用很多不同的字眼 不同的詞語 不同的比喻 都是在說差不多的內容 因為楊千華這麼多年 在樂壇搵食的技巧 他在這個比賽裡面 他是一個很正能量的評判 每一個參賽者都給了很多鼓勵他 但如果說到是一個稱職的歌唱比賽評判 有些歌手都給了我一點點意見 但我覺得也是比較浮面那一陣 尤其是隔壁坐著陳維霞 陳維霞一比完評語 我馬上上去看 維霞姐真厲害 有料到 很簡單 我拿一個實例 例如沈忠賢 在第一彎的時候唱 別怕我傷心 張宋哲的歌 陳維霞在這裏評判 當然有很多鼓勵的事情 還說你這次唱這首歌 跟以往不同 好像鬆了一點點 但到了維霞就不同了 立即說到一些 動心點欠什麼 他覺得沈忠賢 不夠激情 不夠唱出來深呼 好像唱歌 那些感情欠一點點 起碼維霞不會只是說一些緩面的事情 還有口實實在在說到 這個參賽者欠什麼 接著到一個網上的觀眾都在問 沈忠賢選一個Key 太低了 立即車遠都在問 吳仲賢 吳仲賢 吳仲賢說 Key應該低了 因為張宋哲的Key是不會這樣 所以沈忠賢覺得某些位置 不夠力 肥媽在罵沈忠賢 選Key太穩陣了 是的 說這些比賽不是 彈球穩陣 唱得舒服 要Show off 在這一段 看幾個評判 就看到大家的功力在哪裏 當然我都要責楊千華 在這麼多評判之中 今天就做了一個天使 有時候好像做了平時肥媽的角色 最初肥媽在很多強的時候 肥媽經常都說很多鼓勵說話 每個給低分的時候 肥媽經常習慣得給高分 你快到比賽又不一樣 肥媽馬上變成一個嚴師 反正去到快哥那部分 快哥就是 米高最高分 衝口而出陳奕迅這首歌 他又獲得76分 陳如飛呢 就獲得75分 和譚輝智一樣 都是75分 他們兩個在快哥 分別都是獲得第二最高的 反而股卓文和王健民 在快哥那部分 大家都獲得74分 快哥我怎麼看呢 我自己個人 送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 我自己是喜歡米高唱多一點的 他也是 和平米一樣是最高分的 第二位就是陳如飛 他唱得活生生 很有火 拿第二也對 第三也是輝智的 其實輝智 他不是說非常出色 但OK 而且輝智跳舞 大家很開心 雖然比較業餘 但有娛樂性 看得觀眾開心 也是很重要 不過經過兩龍之後 陳如飛本身都是尾爾的分數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唱慢歌的部分 菲菲那首歌 陳希兒那首歌 真的唱得一般 而且很多位置 很明顯不到 直到走音 所以他就慢歌那邊輸了 反而王健民 他就唱快哥唱玩火 其實我就一般 因為很明顯聽到他壓著把聲來唱 我不知道他因為 聲底的問題 所以要這樣壓聲唱 平時大家都知道他是文青來 即是突然間唱這首歌 不知道是否特地要霸摸 要有霸感的聲音去唱 雖然評判很欣賞 但我就覺得 他這樣壓法就有少少奇怪 始終有他 他真的不是 適合唱 鑽歌的歌手 但反而評判也給他74分 所以其實基本上王健民 是輸了在慢歌那裡 其中千鶴有分幫忙 因為給分準則有少少奇怪 我個人覺得 尤其是在慢歌那一部分 因為快哥其實我們看不到那些職場的分數 萬哥反而有給所有分數來看 因為王健民其實和牙米高 在第一第二回合 加碼那些分數之後 其實是差兩分而已 所以就不要看輕我 差少少的決定 就是看你能不能進入到最後快老決賽 最後三格這樣 其實如果純體 在全球觀眾給一些分數 最高分就是譚輝智 沒得說 其實都預算了 很多觀眾都很喜歡他 第二就是股卓文 第三就是王健民 沒有辦法 他就慢歌失分太多了 萬哥那一部分 其實他差不多是排尾三的 僅似沈中賢和陳如飛 一個是選錯 另一個真的表現不好 反過來 其實我真是一般的 我瓦氣唱彈語人長久 見吳仲恆在那裏評 顧卓文說他有些咬字 不是很清楚 他說也對 但是始終的問題就是 變成 唱粵語歌那些 如果太過看咬字 有可能這樣來扣分的話 對其他唱其他language的人 其實就不是很公平的 因為我們未必 很清楚國語的咬字 對不對 反過來 唱彈語人長久 其實他裏面 不是更多咬字 不行 但是大家覺得 可以值得體諒的 因為本來他是最擅長唱普通話 所以 有時候我覺得在這些比賽 除非咬字太過誇張 其實我都 如果我做評判我都算數 一般不會說在那裏數 有多少的瑕疵不好 反而看他有多少難度分 做得不錯 除非他那些瑕疵是 錯到離譜 好像跳水 或背脊落水 當然是不行 但不是 你也擠了一點水花 但你那個難度分夠高 如果我做評判的話 當然每一個評判有去的準則再看 其實整晚的賽果我都覺得是合理的 只不過王傑文 就拿了電軍 跟牙米糕欠2分 基本上他整晚的表現其實都很平均 所以對王傑文我覺得有少少就不太值 相反有些網民認為 譚輝志跳舞跳得這麼奇怪 都這麼多人支持 完全因為他有大量的粉絲支持他 才令到他有首名進級 不過有時候也沒辦法 賽制就是這樣 我們也要接受這個賽果 之後我還會和我弟弟阿柏文再講一次 中年好聲音 你怎麼看 所以暫時我就先講到這麼多 什麼再詳細的話 我到時就會再和阿柏文一起 跟大家分享 歡迎大家留言 你又怎麼看今次的賽果呢 是不是在心目中之選呢 但好都是那句 其實玩中年好聲音 因為大家上屆都看到的 拿到第一股之形開心 其實入到七強呢 其實都很多表演機會給他們 只要你之後把握得到 可能今次就算落選那些 都有可能可以創出戲的一片天 今天我的分享就先講到這裡 拜拜